你看我们张三老师是多才多艺 你看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人 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一样 在出国前或者出国之后 都不只是做一样工作 不只是做一样工作 多样的 其实是被一个环境所迫 或者是说刚好有这个机会来学习 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多赚钱 对吧 是年轻的时候 多赚钱 多做无所谓 对不对 那么当这个 当刚才张三老师说 他的介绍人 程三老师去跟 说到一句话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事业 三到五年时间就可以 这个什么 享受一辈子 对 享受一辈子 对吧 享受一辈子 那么其实当时我在想这句话 那你看是程三老师的功利问题 或者是他 他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下 跟你说了这句话 你是非常有感觉 那毕竟是 他是 他也是个陌生人 对不对 他对你来说 当时是个陌生人 你不认识他的 对不对 虽然说大家是 虽然说大家是 是有一个人介绍 对 那你当时是怎么去想的 因为一个陌生人跟你想三五年 当时我听完以后 我就是如果这个老师讲的东西是真的 那么这个事业我就可以做 如果这个老师讲的东西是真的 他能做成 我也可以做成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自信 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是比较自信的 因为我当时学雕刻的时候 我学雕刻的时候 我的手很大 看到没有 我的手很大 然后呢 我那个雕刻的老师就跟我讲 你适合学炉台 你不适合学雕刻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雕刻的人手都比较小 小巧 小的手比较巧嘛 我就不相信 我就说 对吧 我就要学雕刻 因为那个比较干净 炉台很脏嘛 所以我就学雕刻 但是我后面雕刻 我们跟我老师也出了两本书啊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 用心去做一件事情 没有做不成的 所以我比较自信的那种 然后我就去 去根据这个老师讲的 我就去 去各种资料去找嘛 首先我知道这是案例公司 对吧 然后他讲的那个奖金制度 然后呢 就问很多朋友 所以很巧 你问的人很巧 我刚好问到我的一个 小学同学 也是我的 我的那个 就等于是我的 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 然后呢 跟他聊的时候 他说 所有的什么销啊 什么销啊都不能做了 安利 还不错 他说 因为中国很多销嘛 他说 安利好像还不错 他说 他的小仪也在做 就这么一句话 那说明有人在做 那就我就相信了他的一句话 然后就就就就加入了那时候 是这样子的 那那从那个想问一下就是从 第一次 晨晨老师跟你分享这个市场计划到你 到你 就说好 那么我去试啊 来专利这一段时间啊 花了多长啊 我很久 他没有说讲完我就加入了 他讲完 对他讲完到我自己 自己去搞各种资料 然后他又约我我就我也没有理他 对而且他是从瓦雷西亚到到我那个城市 萨拉格萨的 哎不是跟我一个人讲 他是跟很多人讲 但是呢他第一天讲完第二天不是又约你的 我就不理他 不理他因为我还在考我还在我还要考察 我先自己心静下来先考 先把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讲的这个东西 对吧 自己对很久很久一段时间大概花了 半年吧 差不多半年哎 后面我再是我后面自己考考察好以后都那个了 然后回到中国 再去参加成功礼回再回到西班牙我去找陈诚老师 哎然后办卡对我还办办卡还办错掉 因为我在找他的时候他忘记我是谁了 他以为有人找我办卡吗 他就办到自己前排了吗 哪知道是应该要办那个当时代我 我去听课的那个人下面的吧 所以所以办卡还办错掉 所以很多事情啊哈哈 那那我是半年之后 那谁跟进你呢 那是半年吗 那当然没人跟进我 没人跟进你啊 没人跟进我 因为他跟进我没用啊 他们跟进我我不理他 电话打过来我都不接啊 因为毕竟是陌生嘛 一个他是陌生 还有那个人呢跟我认识的那个人也是陌生的 哎 是我在网络上找他的他说 寻找合作伙伴 我就听他看到这句话 然后加他加他那时候是QQ 然后呢他就带我去听课啊 毕竟是陌生如果你是是朋友可能还好一点 我是陌生啊所以我就那你那你回国那你回国怎么会去这个无缘无故去这个成功领了呢 那肯定有人要这个这个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我回国以后我回到家里看到我家里这些瓶瓶逛逛 我妈在用啊 哎我说你这个是安利产品吗 我说他对啊还在吃纽翠莱 不是你这些东西哪里买的 他说隔壁不是有个人在住吗 他说那个人就是我的钱上线啊 他说他家买的嘛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去他家了 我又是去找他哎 我说你这个安利是怎么做的 讲给我听听听听没关系嘛 我就去他家又是我去找他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张奖金制度 我到 后面从中国回到中国那张纸一直放在我兜里 我这张纸给我放在兜里 他就给我画了写了一个奖金制度 像那个A4子写的一个奖金制度 重新再听了一遍中国的奖金制度 然后呢他 讲完以后你想想一个人别人找你做安利的 他正好一个星期后又要去成功 他就过几天我带你去韩州网 他没有说成功领啊 说我过几天我们要去韩州网 要不要去 可以啊 我回国吗 去哪里玩 我很想去嘛 去了以后是成功领啊 然后听完成功领哇 那个就很兴奋了 热血热血沸腾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说 所以如果整个整个过程来看的话呢 第一个你是非常自信的人 对吧 然后呢你在选你在寻找这个机会 因为你在这个网上的广告里面去看 真的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让你自己突围嘛 对吧 当时你人在欧洲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刚好回到 回到国内的话呢 你是那个你的邻居啊 其实是你妈妈的话呢 有安利的产品嘛 然后引起你注意 然后才联系上这个邻居 之后去了成功领 回来之后 你才去联系这个陈正老师嘛 对吧 对 对 所以说那个那个成功领 成功领那一部分 是不是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成功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我们有 安利现在我们也知道 也经常老师有讲说 不去大环境不下大决定嘛 我我以前不知道的嘛 对吧 现在知道了 我当时是去成功领的时候呢 是哇 上台一个老师表彰 那个老师表彰 啊 上去的那些都是大妈 都是大妈 哦 我花火锅烧烧烧烧 我就烧菜 叫朋友到我家里来吃吃饭吃饭 我达标了啊 我就这样做产品释放产品释放 我达标了 他们就真的就很普通的 讲的都很普通 那我们就又又又又自信又来了 这个生意可以 我肯定可以做 对吧 自信又来了 对吧 对 自信又来了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整个过程的话呢 六个月 你已经 已经做好决定 然后回去联系陈陈老师 就去直接注册了嘛 对吧 对 我一回来我就注册 对 对 所以所以所以你的 你看你是花了六个月 你花了六个月时间了 然后呢 开始 要注册嘛 我我自本身的话呢 其实我还是有人跟的啦 我自本身来 就是从从开始到注册这一段时间的话 我 我是我的一个同学注册 我的一个同学跟我说案例 对吧 他说换一只牙膏 你换用这个案例的牙膏的话呢 你可以成为百分富翁 我我其实我都 我都 我都不知道案例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跟你我跟你一样 我都不知道案例是什么 但是呢 因为他我们一起住嘛 对吧 我当时 当时的话一起住 然后呢 他是每一天 他都会 来 跟我说案例 怎么好 怎么样 这样 从从开始讲到最后 他一个OPP都没有跟我讲 完全没有讲OPP 我我我到时候一 一年之后呢 加入的时候 其实就为了买个面子 才才签了个会员 签了个会员 进入案例这里 开始使用案例的牙膏 所以说 你看我们两个人的话呢 他这个起点不一样嘛 对吧 这个起点是真正是不一样 你是 你是去 寻找创业机会 你是听了两次的OPP 对你是听了两次的OPP 还有一次成功领 我是 我是被人跟进了一年 对吧 如果他命没有我长的话呢 基本上 也很难保见到我 比较挑剔 就是说 你说是 自信型的话呢 我们 其实两个也比较像啊 就是比较自信型的 但是 一般的话呢 不容易 去相信别人 是吧 很难讲的 很难讲得到的 特别是村里做的 也是挺难去说的 所以这个防备心呢 我们本身的这个防备心的话呢 也比较强 就防备 我们要自己去找资料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 根据我们两个案例来讲啊 我觉得是 当我们更加分享 案例事业或者是 案例这个 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逼得太紧 是让他们有一个空间去 去找资料 找资料 但是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 不断的去跟进他 发一些资料 在网上一些资料 让他去 让他去自己 来学习这些资料 来做决定 然后呢 音频啊 视频啊 或者是文娜啊 相片啊 这些的话呢 其实都可以帮助到对方做一个决定 可能是好像张胜老师的半年 OK 那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要一年 但是呢 你觉得你看了这个值不值得呢 你的半年还有一年 那你值不值得呢 那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啊 我们的老师们要把这个记下来 当别人说 别人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呢 你 你是怎么样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能一年后呢 可能一年半之后呢 它就是你市场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网络哈